退伍军人郑感军攻陷港府事件又有新的发展 香港政府9号宣布 经过清洗后的新总部用水基本安全 但又发现5个水样本验出了退伍军人郑感军 其中包括郑务司司长私人洗手间 专家分析事件的可能原因 是搬入政府总部初期用水量低 加上热水温度不够高造成恶菌滋长 星期 服务级卫生局局长周一月在记者会上宣称 经过大清洗之后 现在新政府总部内的用水基本安全 但同时公布在清洗前抽取的水样本中 再多发现5个水样本验出退伍军人郑感军 分别就是在政府司司长的私人洗手间 政府东翼10楼一个女洗手间 一个男洗手间 和一个供商财人士使用的洗手间所取得的 另一个样本就是在西域的22楼 就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的私人 洗手间取得的 据统计至今共有18个水样本染菌 中招的包括行政长官办公室 以及9个局长私策等 对这么多地方都有菌 调查了数天的专家谈到了可能的原因 由于测试期时10天 最后一批样本要等待1月18日才有结果 另外染病的教育局局长孙明阳已经出院 并在星期早上回政府总部上班 由于孙明阳在发病前曾去过广东省 但港府表示他们没有去到内地去抽查样本 而目前的科学手段也显示 没有办法证实孙明阳所感染的病毒 和政府总部所发现的病毒是同一种类型 到底孙明阳在何处感染病毒仍然是个谜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